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 Master对局金奖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我们著名的职业棋手 丁烈柳段 丁老师您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盘棋局 是由赵汉成 是一位韩国棋手 他对着Master 这盘棋是由赵汉成之白 Master之黑 好 我们来看一下棋局 Master 这盘棋是由赵汉成是用了二连心 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白棋谷局 初光下了一个在职业棋手对局当中 非常常见的一个定式 这个 对 这个布局我相信非常普通了吧 算是 应该是其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变化了 对 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定式 非常常见 就是我个人也很喜欢走的一个 好 大飞 速度也是很快 这时候Master就在这补了一手 这个补的位置确实也是和我们 正常是补在这 对 正常职业棋手都是补在这 然后Master这盘棋是补在这 而它之前有一盘棋是补在这的 就它每盘棋是不一样的 它两盘棋是不一样的 之前有一盘是走这的 然后这盘棋改到这了 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下过这个 我们永远都是下这个 所以它确实也给我们打开了思路 怎么下都行 对 两盘棋的配置一样吗 两盘棋配置差不多 这地方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所以它也是在尝试各种各样的下法 对 无论是哪个 这两个好像看上去都比我们所认识的 这个显得对效率的追求 好像是更加的极致一些 但是它的弱点是里边更加的空虚 所以这个如何去运用也不好说 所以很多master的招法 我们人类适不适合去照着它的去下 就是也很难说 这也是一个双刃剑 它这个下法效率会高一点 我们要把它的招法理解透了才能好 对 好像也就周瑞阳吧 在运用master招法时候 其实这端机还是不错的 对 也是大家都在尝试 也是在尝试中多摸索 看这效果会怎么样 赵汉成这个就很有意思 我觉得它就是借鉴了master的下法 这个点吗 这个点master在之前的一般对比当中 就是顶完顶完半 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大家也会非常惊讶 就是因为我们普通认知上 典型的一个俗手嘛 对 它就是这么下来 而且下完也很轻松的就获胜了 所以赵汉成这个也是反其道而行之 来看看你是如何对付我的这个招法 我们说的难听点像不像是扳门弄斧 对 跟master下 然后跳出去 大跳 大跳 大飞 飞在这 大飞是好奇 感觉就下到这样的时候 总有一种好像进入到黑棋步调的一种感觉 白棋两块骨棋 明显的棋局的主动权呢 可能又是在黑棋的手里了 嗯 嗯 黑棋跳在这 对 白棋跳 跳起来 嗯 跳 飞 嗯 白棋还是有点薄 嗯 这边有没有危险呢 这个棋我会发现啊 现在如果是这个局面的话 这个棋 这手棋的位置是局部最佳 比这个肯定还要好 比这个就更好了 因为这个子为什么放这好呢 放在这当白棋虎的时候 黑棋正好 哦 就挡住了 就挡住了 在这根本挡不住 挡住被虎 在这也不行嘛 在这肯定太难看了 白棋虎出去也很容易这个整形 放在这明显是一个最好的位置 这个很神奇 他不可能想到这么 对 我觉得他肯定不是想到 但是他确实随着其他进行 他的所有的子孝 总能发挥到最好的一个地步 这确实也是他就是很神奇 确实做的比人类好的一个地方 他把自己子孝的判断比人类的准 这就像是有点人类去逗大猩猩的样子 你怎么着我都是比你效率高的 对对对 他这个就是随着他继续进行 因为我们会发现他肯定下的确实是有道理的 这个太厉害了 这个白棋已经非常难受了 我觉得 白棋这局部的棋型被黑棋搬到这之后 非常难处理 白棋的棋型很薄 而且走得不好的话 这效率本身就很低 而且如果再撞的话 对外边的伤害也很多 比如说下这种棋 这种棋你走出来 你可以把自己活得清楚一点 但是对外边的伤害比较大 这样虽然可以活 但这种棋都是里和外交换 是非常俗的 我们可以看到外面 而且这个棋又 我随便顶我一靠 一顶 这基本上就已经挂了 这颗子死的话带着一大片实地 它的效率很高 所以说白棋被黑棋搬到这 这棋已经是完全落入一个被动的境地 已经很难拔了 很难处理了 我们看赵汉成他后面下沉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然后就开了一个结好像 对 然后就转身 一起提掉 护棋 这个我相信在MASTER的判断当中已经非常满意了 是吧 太厚了 黑棋 好下 这个黑棋中间都拔成这样了 对 而且白棋现在补棋补在这 补在这 明显这地方还欠着一个这个 还欠了一个铺 铺了断 不还是打结吗 对 还有一结 应该说白棋现在形势已经是不太好了 而且黑棋还非常的厚 这块棋 黑棋是不是有点薄 这个肯定不算薄 这地方 但是现在该黑棋下 对 所以黑棋就出来了 黑棋出来一个 很好处理 其实白棋也不厚 白棋这地方还有断点 好 现在就这个 嗯 差弱很大了 因为白棋 我们会发现现在其黑棋明显比白棋厚 但是白棋的实地比黑棋好的也有些 甚至有可能一点都不好 白棋也没看出实控就很多 这可能6.33都没围住 这也没围住 这有跳 那白棋实的好像就只有这两点 就这么点 对 当然这有一点 但是总也没有太多空 黑棋这个脚 加上这条边 这地方还有打尺呢 这都是已经坐实的空 对 所以实控白棋也不好 而黑棋用这么的厚 其实这个棋很难很难下 或许白棋只能从这块黑棋上找一些文章了吧 太难了 黑棋这块棋应该说 正常来说这块棋是当它后视看的 当后视看的 这个棋头太畅了 是 相比较而言 黑棋想吃白棋 再随便一靠打一下一段 白棋就断 白棋更薄 是吧 白棋肯定比黑棋薄多了 是吧 好 现在黑棋点三三 对 黑棋继续去捞实地 黑棋爬 对 我总觉得当Master下出这种棋的时候 作为对手就能感受到 它已经是优势心理了 它判断清楚了 它开始定型了 它开始捞空了 选择了一个最简明的定式 其实这局部的定型 黑棋好不好 我觉得当然难说 白棋八角全吃了 飞在这 这拔一朵花本身价值也不是很高 就非常的清楚的一个定型 而且它定型呢 它有一个明显的好处 我觉得这地方有可能它是有关联的 它在造结材 哦 它造出了好多枚大结材 然后 它把这个结开了 对 它可能就是想着这个 哎呀 这Master真是精心 好深啊 算路非常的深远 太深远了 然后拿这个当结材 这多爽啊 这太爽了 本身又不损 对 所以说看这个Master这个棋啊 这棋下的就是流畅 嗯 非常的流畅 提 白棋提一个 断了 断了 因为黑棋后 白棋是很难找到结材的 黑棋这些结材找的实在太舒服了 随便拐一拐 提过来 哦 提这个对 点一个嘛 对 嗯 提过来之后 白棋是 白棋点这个 点这个 对 解挡 白棋提过来 断 还抽 断 对 嗯 白棋打吃 打下面 三 对 打上面结材更多 对 但是打下面的话 黑棋通过这些打结还便宜了呢 正常来说 正常来说 白棋肯定要走上面 嗯 但是这样结材多 它这个结材少 但是这个将来黑棋打一下 这几枚结材找的 还有便宜的地方 嗯 找结材还能便宜 对 因为白棋有顾虑 嗯 提回来 提回来 可以充一个 充了一个 对 对 这是一枚 真好快一枚 就快了一枚结材 对 我也不知道master它是有预谋的 还是一切都进行在掌握之中啊 从这个点三三开始到这个开结 下到最后 我们会发现白棋没有办法 但黑棋就是快一枚结材 就是行云流水 就是快一枚啊 嗯 这还有一枚 但是它要快的话快你两枚 就黑棋结材明显是比你多 嗯 它也不打那种结材不够的结 嗯对 对 所以它这个在铺的时候 估计它都已经想好了 嗯 那等于说正常我们打结 我们认为 沾上 我们局部结打出 我们外面连走俩 会取得一把飞刀的一个效果 但是白棋好像只有 对 但是这个局面我们会发现 白棋的飞刀只有这两手起 只有 爬了跳 嗯 这个好像价值有点有限 这个和我们普通 对飞刀的这个威力的认知 有很大的差距 这个拐了跳只能说是两不关子 是 不能说它具有多大的破坏力 那就弹不上叫飞刀了 这个白棋走在这里价值 它不 你不好怎么走啊 你走我是要硬的 是要硬的 你这个走完之后 我结材又出来了 又有结材了 对啊 那我走这个呢 一样的 走这个你会贴是吗 我也会贴啊 也是将来就伤这个了 等你剔结的时候我拿力当劫材 哇 所以没办法 白棋真的是没劫材 这边呢 这边也找不到劫材 这随便走俩 我不会死的 随便走俩不要紧 随便走 那这三个可以 三个给你吃 没关系 三个太小了 这个棍子不给你 就没事 这样呢 这样我沾上肯定活了 也是活的 对 只要它不死就行 所以这个赵汉成权衡之后 他还是选择了这个 对 但是这个只能说是 没办法中的一个办法 太无奈了 嗯 好像跟Master下棋 棋手最多的心情就是无奈吧 对 甚至于说的大一点 有可能就感受到了一种叫绝望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就是不够了 就是成绝望了 对 就是那一步棋 一旦犯下一个小错误 我发现这个棋好像 那我看这个结打完之后 丁老师你给我们说一下 这形式现在就 空不够了 就是不是已经就不行了 对 因为这结打完之后 黑系的这块空的实地 我感觉就可以抵白系全盘了 就这一块就已经全盘了 当然黑系别的地方也不多 但00333加起来 这贴幕总是够了 但更夸张在于黑系 棋实在太厚了 从潜力上来说也是黑系好 所以现在这个局面呢 又进入到一种黑棋空多 棋又厚的一个阶段 这是职业棋手觉得最好下的一种棋型了 棋也厚 空有多 这是非常好掌握的一个形态 然后我们再看赵汉城后面 其实赵汉城后面是没有什么回天之处了 我们再白棋手看一下 这个棋白棋想拼命都很难 因为黑棋比白棋还厚 然后我们再看赵汉城后面飞起来 飞起来 什么意思 没什么价值 不是间接的非常大 但是从他的判断来说 这样是非常清楚的 他可能觉得这个 这不是联络上 他现在就把自己下厚了就行 这种感觉 对 好 其实我们后面棋 价值也不是那么大了 对 白棋空是一种干不够的一个状态 你跳到这儿 这儿又成了一片空 对 好 黑棋总能成空 因为黑棋厚 黑棋随便厚 转换成一定的实地 黑棋就可以了 主要胜负还是在这个打街 和之前的这个定型上 一拔到这儿 其实黑棋已经是不错了 所以这盘棋的重点呢 也就是在前半部分 在这一块的变化中 对 这一块的变化 包括之前黑棋的定型 包括这首棋 它是如何能够发挥出 完美的一个效率 这个配合 确实是非常的好下 嗯 好的 那我们今天这盘棋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嗯 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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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